祝神宗慈就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 祝三末地就是自信的信的 至于臣服 这个臣服是四十亿威发生大死 你看在丁中 常供无量无病一切祝福 这在西方极乐世界 佛告诉我们 极乐世界的人每一天 都到他方世界去供佛听法 弥陀经常告诉我们 他每一天去供养都说佛 十万亿 古大的 在诸节里面告诉我们 十万亿是表法的 为什么说十万亿呢 佛在经上讲了 西方极乐世界 在我们苏婆世界的西方 过去十万亿佛国度 那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 所以佛说这个话的意思 知道我们对苏婆世界很留恋 这个地方 家庆眷属 朋友很多 咱一去了不回头 那都想念 这人情在此地 所以释迦牟尼佛知道 说什么 拘力十万亿佛国度 如果你到极乐世界去了 你每天都可以来看看你家庆建树 就这么个意思 设计上不止啊 十万亿太少了 你看看这个地方讲的 无量无边 哪只是万亿 所以在经文上 我们听释迦牟尼佛讲话的会听 他都是在诱导我们 到极乐世界 天天可以回来看看 想什么时候回来看 就什么时候回来看 很方便 是什么个意思 说十万亿 实际上是 无量无边 一切如福 你看看 活动量这么大 到十方世界 他化身去了 他能够化 无量无边身 无量无边 祝福 在那里讲经说法 他通通都到那里亲自去听 有这个本事 分身 共佛 修福 文经 修会 佛会 双修 所以到极乐世界成就很快 道理在此地 我们在此地 修福 修会 都非常困难 只有造业很容易 没有起心动力 这个不是定义 就是 不起心 不动力 这还得了吗 所以我们做了这些经文 知道 祝福如来 不忘 句句话 都是真实的 如来是真语 诗语 如语 我们真诚的 两心 两目 身心 不已 能不去吗 这个机会 百千万劫 难遭遇 今天遇到了 彭吉清 就是这样 这个音乐很难 遇到 他说 无量 借来 稀有难逢的一天 这一天 我们碰上了 无量 借来 稀有难逢 这一生 要不往生 进土 你可冤枉了 那你是真错了 我 你可冤枉了 你可冤枉了